- 做得到的? - 做得到的? 其實讓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常常會聽到客人跟我們說 他家人吃過我們家的葡萄之後 外面的葡萄他完全沒有辦法接受 其實這就讓我更堅信 就覺得說 我應該就是要把葡萄的品質做到最好 然後讓客人能夠吃到品質最優質的葡萄 - 做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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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家一直都是從事農業 退伍之後就想說 那我就去找一份自己覺得有興趣的工作 後來就是家裡爸媽年紀也大 然後就想說回到家裡幫忙 後面越做越覺得好像我對農業還蠻有興趣的 因為我還蠻喜歡自己栽培出來的水果 客戶吃了之後他們給我的回應 讓我覺得真的很有滿足感 兩季的果實他們也會不太一樣 你像夏天我們像這一次算是夏果 夏果其實它的果實它的果粒會比較大顆 但是它的這個左色會比較偏紫紅色 然後如果是冬天的時候 它果粒就會比較小一點 然後它色澤會比較到紫黑色 其實我們現在在種的葡萄它的品種一樣是巨峰 大家會喜歡用巨峰片 是因為它的風味比較好 我們會把它取名叫做豆漿葡萄 是因為給葡萄主要的養分是用豆漿 化學肥料我就會減少它的使用 會以有機脂肥料為優先 雖然它的價格比較高 但是你長期的使用下來 它的影響也會變得逐年的減少 中秋節跟過年的時候 他享送禮拜他就會想到我們 我們葡萄的這兩個產區 它就是在這兩個大結束之前 這個需求的客戶會比較多 那我們就會把它盡量調整到這個時段 可以做採收然後包裝出貨 那我們採收回來的葡萄 那當然就是要先整理 然後把損壞的部分 果梗乾掉的部分把它處理掉 再來就是做分級的動作 整個流程來說的話 從開始結果一直到產品交到客戶手上 我們至少會做到五到六次的賽選動作 在果樹上它從結果開始 後面我們就會做梳串、梳果 有所在部分我們等於是要把它給修剪掉 採收的時候也會再做一個賽選的動作 因為我們都是用後熟方式 我們是會直接採收下你進冰褲 所以等於八分熟採下你進冰褲 它會慢慢再熟成 那你吃到的葡萄才會是最香最好吃的 不會過甜也不會過熟 果粉其實它是一個很天然的抗氧化物 就是我們把它種到葡萄皮可以直接吃下去 而且我們是沒有能量殘留的狀態 所以原則上只要買到我們葡萄 你回去只要用水稍微沖洗一下就可以直接吃 塞取完之後可能整個串葡萄 塞取完剩下動一顆吸一顆 這樣子的品質對我們講 它已經是屬於刺激品了 所以我們就會再把它做成加工品 那我們現在目前的加工品就是有葡萄紅露 還有葡萄醋 我們會做葡萄醋是因為我覺得現在的人 它比較注重養生這一塊 那因為我們本身葡萄的品質還不錯 是因為它本身你在吃的時候 就已經很濃的葡萄香味了 所以我們做出來的葡萄果醋 你會溫得到葡萄的香味 我們後來是因為有客人 回去他發現他在加氣泡水也很好喝 就把它當飲料 夏天的時候如果天氣熱的時候也可以這樣子喝 有些人製作可能就是他會用一些化學的發酵劑 因為它這樣子 它可能時間比較短 它的成本就可以做出來 我們會選擇用天然的 但是我們的缺點就是 我們的時間要很長 我們的葡萄醋 它從開始製作 然後到可以拿來喝 至少都要四個月以上 紅露更久 紅露最少要半年 有朋友想要購買的話 其實我們有自己的一個臉書FB 大家只要搜尋我們的果杯綠農場 用心在動的水果跟咖啡健康的農場 那您上我們的FB 然後留言給我們 上面也有聯絡電話 對 然後都可以直接聯絡到我們 直接跟我們訂購就OK了 對